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我是飘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 好多人都没有吃过,保证您吃一次就会爱上它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面条备用 接着往锅里面加入清水 水量尽量要多一些 盖上盖子,开大火烧至水微微冒泡的时候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加盐煮出来的面会更加筋道,也不容易粘连 这里大家要注意,下面条的时候不要完全把水烧开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不会硬腥 用筷子翻拌一下,防止粘在一起 煮开以后往里面加入一勺凉水 俗话说,三开的饺子,两开的面 加两次凉水可以使面条更筋道爽滑 煮好之后把面条捞出来 放到凉水中 过一下凉的面吃起来更筋道,口感也更好 过凉以后把它捞出来 放在大碗中 现在我们准备三个鸡蛋打入小碗中 往里面加入几粒料酒去腥 用筷子把鸡蛋打散 先放一边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胡萝卜 然后切成细丝备用 来可能要复杂你 最后就要复杂你 一只能复杂你 这只能复杂你 能复杂你 看看开启 订阅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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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